美国劳工部4月9日发布了每周失业救济申请报告 显示3月29日至4月4日这一周大约66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 过去三周大约166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 美联社报道 这一数字意味着过去三周全美大约每10名劳动者中就有一人丢掉工作 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全美失业率从没有超过10% 而预计4月份全美失业率将达到14%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2万亿纾困计划中的 每位符合条件的报税人1200美金的一次性援助 也于今日开始陆续发放 如果今年您采用了电子税单报税 那么您将在4月17日之前收到这笔援助款 如果您采用的是纸质报税 那么这笔款项将以支票的形式 从4月24日至9月4日之间陆续邮寄到您家 手握H1B甚至是F类签证的朋友们 放心大胆的收这笔钱 因为它不会被视为公众负担 从而影响到您以后绿卡的申请 劳工部先前两份周报显示 全美50个州中只有4个州的失业人数下降 分别是罗德岛州 明尼苏达州 内华达州和新罕布什尔州 其余州失业人数全部上升 升幅最大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 德克萨斯和纽约州 而刚才提到的2万亿经济纾困方案 除了每人可以获得最高1200美元的纾困金以外 对于失业金的申领和额度也做了新的规定 除了应得的失业保险金以外 根据联邦救济法案 到7月31日 每人每周将额外获得600美金 各大公司也开始进行了Hiring Freeze的措施 原本已收到offer的实习项目纷纷取消 Full-time job的offer也被撤回 不只是很多公司做出了撤回的动作 很多雇员也做出了取消前往美国就业的计划 4月份 美国公布了今年工作签证H1B的中签结果 而其中印度人已占了中签名额的67.7% 其中大多数印度IT外包公司向美国输送的劳动力 因为此次疫情其中40%的印度人选择放弃中签名额 放弃前往美国进行工作 追溯至联邦条例 美国历史上经济衰退多达47次 而从1950年到2010年的60年间 美国就经历了10次的经济衰退 平均每6年衰退一次 相反 最长的不间断经济增长时期只有不到10年时间 但是 经济学家表示 这次的经济下滑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经济衰退时期都不一样 因为这场衰退是由人类健康危机 而非经济不健康造成的 冠状病毒大流行 正在终结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 当然也有乐观的观点认为 经济修复已经在进行中 中国已经有效地遏制了病毒 并开始恢复运转 尽管过程缓慢 如果中国工厂恢复生机 会给全球带去正面影响 但虽然中国消费者是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 却无法激发 全面复苏 如果美国人仍在与疫情抗争 如果南非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借钱 如果欧洲处于衰退 那也将限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 此前有很多中国媒体发表阴谋论 指出中国的疫情是由美国一手导演的 而现在美国深陷呼伦 经济中心纽约成为了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 美国又开始倒打一耙 把责任推给了中国 甚至推给了世界卫生组织 而事实则是全球化的进程 让各个国家组成了经济共同体 同时世界紧密的链接 早已让病毒的传播如礼平地 平铺青云 所以在这场人类攻坚战中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完美的离场 只有共同之面歼灭并幕